兩星期的隔離 理論上即使是隔離房都不可以隨便聊天 但人始終是社交動物 怎樣過這兩個星期呢? 遠親不如近論 有人就趁開房門拿晚餐時 跟對面房的人閒話加常 談談在這裏沒得吃的水果 日本的這個也好 日本的這個 日本的我的地瓜真好 我去新疆 我去新疆的玉米 我去新疆的水果 房門是不可以跨越的楚河漢界 當局強調隔離的是病毒 但在這裏左隔不斷的是 臨時建立的倫理程 隔著這條走廊都可以 跟同事天涯淪落人分享心意 你請問到這種茶 這種是純茶 謝謝謝謝 謝謝 咱們還是七萬塊吃飯吃肉吃飯 來吧 謝謝 散了房門 隔離人成為孤零零的龍中鳥 實去自由14天 令原本整日飛 從事旅遊業的港人Michael 十分之不習慣 很多人會好奇 明知是這樣 何苦還要冒險上京 其實都是為了工作 因為在這個時間出行 其實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我們上來很多年 在這裡租房 剛剛房間就到期 所以幾樣東西加起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都要上來 都沒辦法 回來就預料要隔離 另一位同樣在酒店隔離的港人李小姐 也因為工作原因想盡早回京 以免夜長夢多 因為國外的疫情越來越嚴重 北京的措施只會越來越收緊 會越來越放鬆 基本上每三天 北京就改一次的政策 怕之後是沒辦法回來 也都有人為了小屋搬大屋 兩房換四房單位 由香港急急腳上來簽約 更加有人為了和家人簽紙做手術 而上北京 十四日隔離完結 相信大家的共同心願 是可以健康地離開這裡 但對於因為疫症 禁足更長時間的人來說 相信經歷一輩難忘 可以解除隔離即是沒有感染 可以安心歸隊 繼續為大家發掘多些新聞 不是就他 但過去有些個案 在隔離完十四日後才發病 所以都是小心點好點 北京市政府那邊都建議 他們回去住所之後 要減少和其他人接觸 最好就一個人住一個人吃飯 所以他仍然有排崖